测量系统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因为在这个几百米的尺度上 精确的测量要达到毫米级的测量精度 一旦你出现偏差的话 就会严重地影响望远镜子 它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性能 对天上的角度的话 我们要精确到大约八个角秒左右 这就是对于我们这么大尺度上的一个结构 你要控制到八个角秒 是要求是非常高的 整个这个亏源支撑系统 在2017年12月份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调整得很好了 我得到最好的一次定位精度 是3.8毫米 其实我们承诺给国家的 是10个毫米的定位精度 我们平时现在也能非常稳定地 走在6毫米的定位精度 所以整体来说 整个亏源支撑系统应该说 工作的还是非常有效和可靠的 天眼真的是一个大眼睛 亏源舱把这个来自天体的信号 收下来之后 它要通过一根特殊的光纜 传到地面上来 这支光纜是需要在五年的期间内 要弯折6.6万次的 我们在09年的时候 去市场上调研的时候 五年能弯折6.6万次的光纜 是没有的 你猜猜多少啊 光纜只能弯折1000次 我们总共做了4批样品 每年都做一批样品 然后最后一批样品 我们做到了10万次 可以耐10万次的完成 中国天眼的世神经啊 如果说没有这个世神经 那个信号是传不到地面上 传不到计算机集群里的 我们的反射面 我们把它叫做大锅 500枚跨度 这么大 而且它都是悬在高空的 最低的地方都离地面4米 最高的地方50多米 那么这个大锅怎么去检查 这是一个问题 我们酝酿了两三点 我们这个产品就叫微重力蜘蛛人 它的想法其实很简单 就是把人放到锅上去行走 因为人的体重 锅是沉着不住的 六七十公斤 那怎么办 我们用一个氦气球 把这个人的重量 给减到一个微重力做到 比如说10公斤 它就可以这样的话 人就可以在上面自由行走 可以高效地完成我们的检查 我们总共产生了69项的专利 这两年我们很收获的 我们在钢结构 我们在自动化 我们在机械工业 包括我们在电子学 这些相关的学会 我们都去得它的 科技进步一登奖 特登奖等等 比如说我最末 我不上班没有 我们在这就全天 24小时的这个值班 其实有人问我们这种累不累 是很累 但是我没有觉得很累 为了守护好这台光景 我觉得很值得 作为新的一代千年人 必须有自己的责任担当 所以我们现在最大的担当就是 守护好这台光景 现在全球人类的关系日益密切 那么宇宙也是我们整个全人类的 共同的财富 中国天眼它的产出 也将帮助我们更好的能够了解宇宙 它的起源和演化过程 为我们人类探索宇宙的奥秘 可以做出更多的贡献 感谢观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